最好的人也许会来得晚一点 但你来了 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 谢谢你爱我 我爱你老公 今天我真伟长向太太陈巧恩取下我的誓言 虽然你的情绪很丰富 有时候难以预测 可是我会永远多给你一些耐心 我承诺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你 你出现了像是上天为我特别定制的 在最好的时间 你是最好的老公 谢谢你爱我 我爱你老公 我爱你老公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烦扰着我所有的梦 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今天我要嫁给你啦 亲爱的老婆大人 陈巧恩 旧宝贝 五年前的今天 我们在这个小岛上 决定携手同行 五年后的今日 我们又回到这个小岛来举行婚礼 一切都像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 有人说有缘千里来相遇 我们是有多大的缘分才能在一起 我爸说我们是六合的命 哇哦 就是说命运各方面都很合 虽然我不完全明白 可是我知道这个比中六合彩还难 我们的性格是互补的 也一直在互相学习 互相包容 互相扶持 今天我真伟长 向太太陈巧恩许下我的誓言 虽然你命中待遇 可是我会永远做你的太阳 永远照料你这朵美丽的香味馈 你难过的时候 我们一起度过 虽然你的情绪很丰富 有时候难以预测 可是我会永远多给你一些耐心 安定 不管我们面对什么 我都会像一座山一样 做你最稳定的后盾 我承诺把所有的爱都献给你 珍惜你 爱你 疼你 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去冒险 一起进步 一起把我们的善缘 修成真果 爱你的老公Alan 首先要感谢现场每一位远到而来的家人朋友们 为什么一定要挑在这里呢 那还要麻烦大家转机 远到而来辛苦了 因为你们现在眼前的这片沙滩 我们望出去的这片大海 在五年前的今天 我跟Alan在这里牵起了彼此的手 南卡位是我们定情的地方 而五年后的今天 我们回到同一个地点举行婚礼 有你们的参与 我觉得很幸福 谢谢你们来 亲爱的老公 你是我的爱人 我的家人 我最好的朋友 最完美的旅行伙伴 你身兼司机 私厨 Google地图 偶尔的运动教练 我们两个总是可以充满新奇的去探索很多事情 一起旅行 一起骑车发现台北美丽的小地方 一起去吃很多美食 一起看电影 我们两个天天黏在一起 我想 只有当两个人在一起 比一个人更开心的时候 那就是结婚的意义 最好的人也许会来得晚一点 但你来了 你出现了 像是上天为我特别定制的 在最好的时间 你的温暖真诚 让直接又敏感的我 变得柔软了 原来有一个靠谱的人在身边 真的会改变 正是因为我们如此的互补 才会让生活 既平凡又有趣 既独立又亲密 谢谢你 谢谢你总是保护我的安全感 谢谢你 把我的爱摆在第一位 谢谢你 让我做我自己 谢谢你常常让我感觉到 这个世界很好 而我也很好 你是最好的老公 谢谢你爱我 我爱你老公 ING PAO CANADA IspeEs 感谢观看